法国多个城市从昨天开始陆续爆发大小规模的示威浪潮 目的是要抗议法国国会在早前通过了加强保护警察的法案 这项法案引起了许多法国民众的不满 是因为法案当中的其中一个条款列明 禁止民众恶意发布警员执法时的照片或影片 否则可被判入狱一年及罚款四万五千欧元 这是引来了民众的质疑 有关的条规根本就是在有意包庇警方暴力执法 以及要钳制新闻自由 不过引起这次大示威的导火线 是因为近期有一名黑人音乐人 他遭到警方殴打的影片曝光之后 引起了全国华人 许多人因此要求内政部长下台 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开口谴责暴力执法的警员 认为这是件丢脸的事 并承诺政府将会紧力恢复公众对警队的信心 不过许多的民众对马克龙的言论并不领情 让法国各个地区在昨天是上演了遍地开花的示威场景 由于不满法国议会早前通过加强保护警察的法案 在法国首都巴黎 有好几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 手持标语和布条游行 要求政府撤回具有争议的法案 在场的示威者表示 他们对于政府纵容警方暴力执法 加上限制新闻自由 不让民众知道事情的真相大感不满 这场原本和平进行的示威游行 后来演变成警民冲突 有示威者在街上工人纵火 破坏公物 利用栅栏筑起路障 更有人向警方丢置燃放的烟花 警方也向示威者投掷烟雾弹 导致现场浓烟迷闷 入夜后 街上的示威人潮依旧汹涌 示威者在路上持续焚烧杂物 消防员是忙着扑灭火势 眼看示威人潮久久不肯散去 警方只能筑起一道防线 防止示威者前进 再出动水炮车 发射水柱来驱赶示威者 让巴黎的夜晚变得不平静 除了巴黎 法国多个城市都同步举行示威 当局估计 全国有超过13万人 参与游行